说话,来哈士奇头像,我有活儿快连我,说话 喂,你好 说 能听到吗 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了 没事儿,你叫啥都行 这事儿应该比你大点儿,叫英哥好像不太合适 你光叫儿子,完了那儿 说的完了,你想干啥,你说重点 我说我有活儿,其实就是为了跟您连一下 其实也有点儿建议,或者说意见 另外一个,之前看你的截片 因为我抖音之前不怎么上 之前挺爱看你的这个视频的,然后 说但是呗 有一段时间看你视频 就是晚上一看一宿,乐得我睡不着觉 咱有没有但是大哥 有但是,但是啥 第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 算是建议吧,就是说后来我觉得有点儿 就看不进去了,为什么呢 就是主要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你有活儿 但是就是你找到那些患者吧 就是我也是东北人,我哈尔滨人 你唱真的嘛,是吧 就是说用咱们东北人画 你就是看着就有点儿像条例傻子 就咱们东北话说 完了呢 就说这个东西看多了有点儿审美疲劳 当然就是,我估计你也肯定会有这个考虑 就是说这个东西 确实,我确实是有 这个条例傻子吧 但是每个傻子它不一样 我说实话,它不一样 就是这个有这么傻的,那个有那么傻 但是,你看有的时候他们一直公平刷 什么包奸话题 包奸话题就是主于原来我们的看着都兴奋的 那种,我们看着都兴奋的那种 大家觉得包奸话题其实也就不回答了 对吧,我们都在等新的东西 等新的话题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你要觉得说,这个内容下面来讲 没啥好说的 我说实话 我不愿意为了追话题而去改变自己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围绕这个话题说 其实你看包括刚才回应这个问题 说真爱国假爱国 我难道我拿爱国主播标榜自己了吧 我也没像他们那么low 我说实话 这个东西爱国不爱国不是话题 对,所以说嘛 我也不想去讨论那些社会话题 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学问 所以说我在坚持做我自己 我认为对的东西 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 我明白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时间长了 会就是越来就是 当然肯定会有人没看过的 会有新人进来就是继续关注 就是说 这个你就别 这您别操心了 这您别操心了 意义不大 我明白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说 之前那个 我看你的切片嘛 就是上次好像有人谈就是说 咱们这个房产爆雷啊 就是期盲这件事情 就是说 您说的我不是说完全不同意 这个期盲这个东西肯定是 就是有投资属性 就是说 你既然你愿意买去房 你认赔是吧 就是说这个烂北房啊什么 你自己有责任 但是就是 我不知道 你直接说这但是多好 前面都白说 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就是说 就是我这个话我不一定理解的对 就是说您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们也确实是就是偏激的 就是比较偏 咱们就是 你说你吧大哥 别说你别说人家的 你不用叠假 说完了 没必要 你就当咱俩 你就当咱俩今天烙最后一回 烙不明白 你以后就不看我 行吧 来吧直接说吧 就是说可能交往必须过正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就是 那个观点吧 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吧 就是你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 当时我听见观点 当然我分析的可能不太对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房地争爆了 也要包括就是说咱们这个房价啊 什么就是烂尾楼 就是咱们村里就是说是没有一点的 完全是你个人这个投资的决定造成的这个结果 是吧 完了呢 你说结论呢 我觉得就是说个人有责任 但是村里又有责任 好 假设说你说的合理的话 如果村里的这个责任把这个你们 你认为不合理的地方监管好了 是不是等于把县房变成了一定会 不是把漆房变成一定会交线的县房 等于把你这个投资行为当中的唯一存在的风险给你规避掉 我们不讨论我们不讨论制度什么 什么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你担保 这个期货一定能变现货 你是不是就已经把你的投资属性当中的唯一需要注意的风险就已经给跳过去了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角度 我说的是政府就是说有责任这个角度 你说的这个 你说的这个角度 你说的任何角度都是为了管 为了让他去管你中间房子没兑现而已 不管你是任何角度 对吧 归根结底是这个道理 期货变成现货中间最大风险是无法交付 如果把无法交付有人或者有任何部门给你担保保证交付 那你的风险在哪 那他不变成了一种生财之道了吗 如果他是生财之道的话 你人人都能从中间赚钱 那怎么还会有人就是这个买不起房子 那买得起房子的人天天就买房子就行了 也不用做买卖了 我这辈子啥也不干了 它是个健康的环境吗 我明白明白 您说的对 但是我说的我刚才说的这些不专制就是烂尾楼这一件事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房价就是房地产企业爆雷也好 另外一个房价就是飙升就老百姓就是说这个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会飙升 为什么会飙升 为什么会飙升 这我我觉得是国家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房价飙升不是代价 房价飙升是给拥有房产的人一个红利 明白吗 这个根本就不是代价 那不拥有房产的人 不拥有房产的人 所以没有拥有房产的人 第一目标就是买房 就不是认为房子叫刚需 刚需这两个词是这些人发明的 认为租房这租一辈子我都不如买一个房合理 所以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你不买房是违法的 但是所有人却把买房当作第一件必须要干的事 甚至结婚都必须要准备的事 这是从根深蒂固的不正 明白吗哪哪个国家是这么规定的 全世界哪个地方是这样 就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发展速度太快 每个人头身其中都享受到这个红利了 远了不说说长期持有 就说你从七房到现房中间你就已经赚钱了 对不对 哪个人有钱赚钱多呢 还是说国内有这么一群人 房子赚了我觉得这是时代代来 这是国家发展的时候付了代价 所以涨了这个钱 我觉得我不该拿 所以我卖房的时候我把我原本的房款拿回来 涨的这部分我退回给开发商了 或者我捐给国家了 有吗 有的话你今天可以说这话 没有的话你就是在投资 你说什么呢 对不对 你没赚钱你没摔刀里吗 我说的是没卖房的这群人 你没卖房的这群人为什么会没买 如果你要不是一个人拥有这么多套疯狂的 觉得这个东西稳定 我买了7房就能挣买了以后我不租 我租不出去我就把它卖了 卖了我也赔不了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在炒的话 他会买不起吗 对不对 那您的意思是就是说买不起房的这个责任 应该是怪那些早期投资 我告诉你在社会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也不能保证人人都买得起房子 否则凭什么考试别人考100分 你考30分 然后你也能卖起房 他也能卖起房 为什么他要点灯熬游的刻苦学习 他要念到30岁才从学校里面出来 你15岁就去财球厅里面去混 然后你20岁去车间里面打工 你跟他一样都有房住 那你们学习的区别是什么 社会怎么向前发展呢 好跟坏努力跟不努力一定是有差别的 买不起难道不应该吗 哪个人敢说我自己今年考了750分 大学也念什么也出来 我找不着工作 所以买不起房 合理吗 您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 你不用在这强调绝对值 你如果要说强调绝对值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定义任何一件事 这才叫绝对 对吧 就是说我说的是 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觉得现在咱们就是村内 就是国内村内 就是现在这个房价 就是不管是一二线城市 还是就是三线城市 各个城市 就现在这个房产市场这个房价和咱们 就是那个村里人 咱们普通人的收入这个水平外比 这个房价是正常 你在跟谁比 健康 你在跟谁比 健康不健康 这我不知道 如果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我只有我们这14亿人 你在跟谁比正常不正常 就是健康吗 你在跟谁比健康不健康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到30岁都会得蓝尾炎 你在跟我 你总要有个比较吧 到30岁都会得蓝尾炎 你才能谈健康不健康 你总要有跳出你以外比较的地方吗 对吧 这个我做不到 因为我没错 我 那所以你在跟哪比 所以你在跟哪比 你在跟哪里比 健康不健康 您可能说我没有一个坐标系 是吧 对啊 嗯 那就是说 如果咱们房地产 就是说 这个房价 如果没有问题 的话 国家为什么要 就是紧缩赢 然后控制这个房产开发 然后搞这些什么 房住不炒 这些问题 是不是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不是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 是投机的人太多 谁都会占便宜 国家需要为你的投资行为负什么责呢 有钱的人通过这个房房地产市场挣着钱了以后 无限的去投 让买房地方无限的去买 买不起的人说这个房子越来越高 我告诉你 房价必然是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你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这个东西是个相辅相成 你可以说 你可以收入变高了 所以房价变高了 你可以说房价变高 所以收入变高了 我们90年代的时候 万元户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万元户又是什么概念 社会都在变 难道房价不能变吗 房价肯定是向上走的 那你讨论的只是快慢的问题 和高到多少低到多少的问题 对不对 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所以标准应该是什么 标准应该是 只要你在中国是个人 只要你上班了 就得买得起房子住 最起码就是不要搞到 就是要 标准你来定吗 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 好 标准你来定吗 不吃不喝几十年 那我这么跟你说 你别说我耍流氓 赫港的房子不吃不喝多久 你才能买 那倒是 那倒是 对不对 没有人愿意去 你不愿意去 你 你汤城一瓶 你愿意去吗 上海汤城一瓶 你愿意去吗 愿意去 但买不起 结了呗 你说他干嘛 你说他干嘛呢 好的 那个 大致就是这样了 但是就是那个 我能不能就是说一下 就是说 那个我一开始的想法 那你别 你别再说你的想法了 所以有没有结论 我现在还是就是觉得 是因为你的是因为你的是因为你的你没办法完全客观 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是因为你在看见事是没没法完全客观 或者你也是参与其中的 我跟你这么说 我这人还真不是什么那种 瞪了暗珠铁石心肠的人 我是能明白很多人 我不是说为了炒去买这房子 我也不是为了什么 买房子是中国人最愿意干的事 就是别人也这么干 我孩子结婚我也想让他有房子 这个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性质它是跟你理解的不同的 这是两个概念 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了孩子结婚了 小两口住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俩人去供着他俩的房贷 对吧 当然买一个是别人没住过 甚至走廊都没走过的房子才有新鲜感 才有仪式感嘛 对不对 这个行为是能理解的 但是性质不像你想的一样 你干的这个事的时候 你买这个房子 没有人需要替你去背这个书 我保证这房子现在是七房 一定给你交成现房 中间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对不对 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 我就说我自己吧 我20多岁买房的时候也是买的七房 就是两年之后交房的 你又烂尾了吗 但当时 没烂尾 没烂尾 所以你才敢再买第二次吧 我只有 就是听了您的切片 我才是了解到就是说 这个七房和现房 它都差别人了 当时根本就认识不到 当时根本就认识不到 好那你认识到了以后 现在又说啥呢 嗯 这是还是我刚才说 我就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村里 就是说这个民法池嘛 也要负一有部分责任 它不是负责任 就像您刚才说就是国家保交房嘛 就这个东西它有些也是我的 我的我的认识里啊 它这个就像之前就是工农业减稻叉 他现在就是免农业税在补偿农民 他这个保交房 这两个有什么 这两个有什么 这两个有什么联系呢 我好奇了 我跟你现在说的 现在说的是一个这么一个道理啊 比如说咱们刨除这个保交楼政策 你买七房 然后钱全收了 我别你别说我因为什么原因杠杆也好 资金也罢 我还不给你呢 我不盖了 我摔去了我活 此时国家执行法律 你这个是属于你这属于盖房的钱 你属于诈骗把我抓起来了 然后把房子把我的钱拿出来了 把房子去盖完了 这个国家要负责任吗 这是地产商的 国家只要执行法律的这个层面的事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还是就是说 有我那样一个观点 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土地 财政这个字吗 大哥你挺虚的 嗯 你挺虚的的 啊 您觉得我虚的 对你非常你非常默契 你默契来默契去 所以怎么的 就国家应该给你兜底 让你七房变现吗 稳定变现吗 我没说得了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说啥呢 我就是说您 所以给你 所以要负什么责任 要把你的损失给你拿回来吗 还是要什么 我的意思是 他这个保交房政策 其实也是之前对 所以要负什么责任 你回答不了我问题吗 所以你希望负什么责任 房地产过热 这也要负责任吗 你知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是通过房地产赚的第一笔桶金呢 要负什么责任呢 房子买了以后没人租 你没租出去还是没涨价呀 负你负负负负一个你赚着钱的责任负一个你发家的责任吗 负一个导致导致让你发家的责任吗 不是每一个人都通过房地产赚 你没有是因为你穷对吧 所以你才买的房吗 所以你认为保赚不赔吗 所以你也想你没有而已吧 对吧 你告诉我退回十年前有钱你干嘛 你说 去创业开连锁店吗 卖啥钱小吃吗 买房 结了吧 所以是谁错了呢 那我买房买错了吗 你买房没错呀 那你要不要有风险呢 咱们就说今天没有这个爆雷的事 没有这个后面烂尾楼的这个事 就突然间房价掉就房子开始掉价了 大家老百姓突然间开始不买了 你压在手里面贷款还没还完的房子 你现在房屋价值都不如贷款多了 你现在又要说什么你告诉我 假设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行了 别闹了行吗 你回头去好好想想这些话 你说白了 输不起别投资 就这么简单 输不起就别投这个字 好的好的 就这个问题我就好奇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角度很刁钻 买的不就是期货吗 现房你又不买便宜的你又不买 地段不好的你又不买 旧的你又不买 什么都得磕你赚 然后穷还穷的理直气壮 我真服你们了 来下一个 这怎么的连麦关了葱开 来来 狐狸先生 鬼祖 说 说话 过去 我想接着刚才那个事聊 直接但是别废话 好嘞好 我是觉得这个里边这个政策有问题 我倒不是说需要觉得村里应该负杀责任 好我如果如果我盖一栋一栋小的小区一共累计我建筑建筑成本需要五千万我能盖得起 如果此时我拿了个大的小区需要五个亿我盖不起房租这个这个贷款又贷不出来这么多只能贷两个亿我剩下钱从哪出所以没有我就别玩我退市 所以让让有钱的人去干吗 不用互相比较不用互相竞争吗 其实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三高 就是高周转高高高高就是就是所谓就原来的所谓的高周转 导致就是就是才出来的这个糊弄越来越大 就是你你之前切片你也讲过 对吧就是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我是相关从业者 然后就是所以我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我是觉得像放好多年前 那个时候房地产也没发展那么好 烂尾楼有没有有 但是不会像现在这么多 不会像现在规模那么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但我不是说跟拿比方 外边的我默认他们比我没没还不如我们 我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是房地产发展方向有问题 还是烂尾楼出现的问题有问题 我是觉得就是当时的这个就是预售的这个门槛 以及这个高周转这个东西 可以说明说就法无禁止 法律也没有规定物业举 然后他就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应该抓 应该把这个你觉得 那你早投身房地产事业干啥 你举着牌子抗议 对吧你举着牌子去举报 你去干不干这活挣没挣着钱 我挣着钱了 那你BB啥呢 我快吃不下去了 吃不着了所以快出来喊了 可以这么说吧 那所以你希望怎么着我给你掏点 一月差多钱我给你补上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还在吃 只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有问题 饿死你 你该饿死 我会准备 温暴放 我会给你 你 你